minutes 早餐 坐早餐 要戴這個才會生 家里是种田务农的关系 所以他们其实是很紧密的 他们的家庭关系是很紧密 然后每天晚上都会一起吃晚餐 就是吃饭都是在一起的 彼此分享彼此的故事 吃饭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对秀明来说 不管是一起吃饭来说 或是准备早餐晚餐午餐的 我等着 我要吃三明治 吃三明治没法啦 我现在筷子做事 给你带来吧 我从来 要不你如果想要吃什么 做铃铛 我都能煮 好 尤其你不用这么麻烦 我们当吃东西都很简单 你要记得 比我们小家最重要的就是生意 再来看起来 我是台湾好媳妇 媳妇不难当 费尽心思想要讨公公婆婆欢欣 结果公公就一桶冷水就从头上扣下去 真的很难过 我们自己在演的时候 我想我自己当人家媳妇也知道 就只是想要得到一句说 你辛苦了 很厉害 什么的之类 鼓励的话就觉得 那是欢喜到翻天了 但是还好老婆婆很体谅也很能够知道 所以还是会帮忙安抚一下她的情绪 不要穿的 要放菜的菜 很厉害 你千年饭也不好吃 然后想说可以跟大家一起吃 因为她在家里面的时候 在娘家的时候 都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吃晚餐 那是一个很棒的时光 她想要 就是把这个习俗带到这个家里面 她是一个很私密 但是又非常温暖的事情 你不会随便喂 又不是早餐点 你不会喂陌生人做早餐 所以其实她真的是一个很用心的 一件事 所以其实是做饭都一样 做早餐午餐晚餐都一样 美败 吃饭 问客人都吃两碗 几碗就 都最浪贵 讲实话是还不错 真的蛮好吃的 我真的觉得蛮好吃的 大家惠客室的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我们常常在想 就是说结婚 这个两个原本完全就是 不认识的家庭结合在一起 然后有不认 有不一样的习惯 那么身为太太的人 新媳妇的人 要怎么样去融入这个家庭 其实真的是一个蛮大的考验 那今天我们现场这两位都是一个 都是非常贤惠的媳妇 我们来欢迎我们故事的本尊 李秀敏师姐 师姐 你好 芯师姐好 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然后我们在这个欢迎戏中的妈妈 其实事实上她也是一个 非常贤惠的媳妇 刘湘君你好 芯师姐好 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湘君 虽然你是演她的妈妈 但是从这个透过这个戏里面 有回想到真的 嫁到一个你完全陌生的家庭里面 这个对女人来讲 真的是一个蛮大的考验 对不对 非常大的 这个回想起来 这个要去适应 慢慢去适应 慢慢适应 对不对 但是第一天总是满腔热血 觉得说我可以带给这个家庭 不一样的感觉 对不对 在戏里面 这个婆婆是非常疼心 事实上你在那个 嫁到他们家你的婆婆 是真的 是站在你这一边的吧 是 她很疼爱你 对 她都帮我讲话 但是那个公公真的 那个公公头上有很多毛 是树的 但是实在不知道要顺她哪一根 对不对 不知道要帮她摸哪一根顺下去 还真的是 应该是目前大爱剧场里面的 南岗公公排行榜 她是第一名 对她在排行榜 就是这样随时在发脾气 她随时在发脾气 因为你都不知道是 你要碰到她哪一个地雷 对不对 那可是你嫁过去的第一 你嫁过去之前 文杰师兄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跟我说爸爸她的个性 但是你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爸爸是那样 当然 没有遇到也是 没有感受到也不知道 那么当然戏中导演特别安排 你是第一天满腔热血的 去帮他们煮早餐 结果被泼了冷水 是真的有这个事 有 因为爸爸他就是轻轻 你煮得很好的时候 他感到的味噌他也很缺 没有你沾的 以前那时候都有沾味噌嘛 对啊 味噌很好 就是慢慢后来就是 夜主就是 越健康就是没有沾味 那时候我有听我们婆婆 你说他在煮他沾味噌 我们爸爸很缺 说一说很缺 他就没沾了 对啊 因为很贵啊 对 以前是 我以前都要把它省起来 其实那个蛮贵的 是 对不对 那个就是一点点而已 对 是啊 他很缺 他真的很缺 但是你准备了一大桌 是 他就是因为缺的人 他像我们煮那么多 就是像我们浪费这样 以前的人就是这样 他像我煮那么多吃不到 是 头在呈现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讲说 但就是因为在做生意 大家没有办法 怎么可能会坐下来 大家一起吃饭 你就随便弄 只要吃得饱就好了 对 只要甜得饱肚子就好了 你不要搞 有的没有搞一大堆这样 因为做生意的人的习惯 是 是不是 那你有没有听你的婆婆 有说过 她当 因为我们在戏里面看到 其实这位婆婆 她是念过书的 以那个念时代来讲 她其实也算是一个新女性 是 那嫁到那一个家 嫁给这个老公 等于说是断绝了 跟在外面的 她的这个工作机会 她又在那边去守着这个人 然后这个问题 那个规矩 那个什么... 婆婆有没有跟你谈过 她的适应 她怎么去适应这一位老公 她也是没有谈过 但是从她在生活上 应对跟... 爸爸的应对 对 从她当中她就是很忍辱 就每次... 忍住 每次公公讲什么 她就是静静地听 她都不能回应 她是在修六菠萝米 真的 忍辱 她就是本身她忍辱 还叫我们一定要修忍辱 她就这样教我们 这样子啊 是 可是对于一个 新嫁过去的媳妇来讲 真的很难 年纪轻轻的 然后干嘛要去修这个忍辱 对不对 我的想都不敢想 你的想都不敢想 而且不是老公 是公公 我承认说 孕到有根本 古早人都这样 就是因为她也是经过这样 就是这样 她是为了家庭的盈满 就是很难 那是你们 那是你们对她的了解 可以啦 因为婆婆会更难 或是会更严重 如果你跟她有什么 讨论就是抗议 她更严重 对啊 你感觉更难 就是感觉更严重 越严重 对 我在信里面看到 那个身为婆婆的相军 是有这样子讲 干脆就好了 表面顺她了 好了 没事就好 过了就好了 但是她的心很苦 心是很苦的 但是也是要忍下来 为了孩子 婆婆是为了孩子 婆婆就是有这种美德 那你有去 就是说 你毕竟是她的不同世代了 以我们这个世代 再来看婆婆那样 干嘛呀 心不忍 但是我有几次就是 会跟公公跟她 好好跟她讲 她说 何必要这样就是 好你要用共的 我把我解除勇敢 对 拿出勇气就跟公公这样讲 勇敢... 你去跟公公讲 你何必要这样 就是要好要用共的 免得用这样 就是动手动脚的 你是把天照顾到吗 但是我讲完也是 没有用不怎么好 公公生气她就 她有生气吗 有生气 她继续回忍了吗 对 忍了 然后有对你妈 有啊 有对我 但是我还是OK 她是怎么样 她一定不会动手打你 但是她会凶 对 就会凶 凶什么 对啊 就是因为我印尾 真的 真是把天照顾 对吗 所以你试过几次 没有用就算了 对 就是 事后就知道个性就是 是要人就像婆婆这样 人就是闪着 是性和同学 天啊 就是两个 师兄就是尽量闪 然后我就是 我也是要面对 跟婆婆都要面对 师兄尽量闪 然后你跟婆婆就是要面对 忍辱 对 忍辱要面对 真的很不简单 其实乡君你 你就比较幸运吧 你没有碰到 要跟公婆住吧 我就说我真的没有办法 想象太背负时间了 要做真意 因为我太好命了 说实在是 我公公婆婆 跟公婆一起住 真的吗 对啊 先回去高雄 回去高雄是跟公婆一起住的 我公公婆婆其实 我们家没有小姑 没有大姑 所以我就是女儿 所以公婆是 是很疼人的 是很疼人的 对 帮我当女儿的 所以这个是很幸运 所以当你演这个角色 你很难想象 真的是很难想象 对啊 对啊 怎么 尤其是你演这个忍辱的婆婆 真的 去思考怎么在这个 这个家庭当中 去做一个最好的润滑剂 对 又要忍 又要当润滑剂 那至于这个婆婆 这么伟大的婆婆 她怎么样有办法可以润滑 她自己没有到了那种 受不了要爆炸的状况吗 我们不知道 那只有请观众继续看 看看 她还能忍多久 好 我们就继续看 《与爱同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